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口齿之间品味的是食物中的款款深情 含笑之中享受的是生活中的一切甜蜜 天味寻间 甜蜜偷海 我们来了 偷海隶属于云南省玉西市 秀甲南边的秀山 寻风烈翠 郭光城壁的起路湖 静默相守 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 勤劳耕作的通海人 并育出了一望无际的绿粉生态农产品 这里的瓜果蔬菜畅销国内外 通海已成为云南省和西南地区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 以甜著称的中式特色糕点在这里汇聚 甜白酒 豆沫糖 豆面汤圆等更是让人垂涎三尺 榴莲棒板 这一站甜味尹鲜 丹丽丝和吃货小伙伴 并将迎来一场味蕾的甜蜜之旅 丹丽丝哥哥 谢谢你给我买的这个甜头 超爱吃甜品的 其实我也有什么爱吃 因为吃甜头会不让人开心 对 虽然是甜品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但是我就很担心会胖会长肉肉 所以我有点不开心 为什么要给你买甜头呢 那这次我带你来到汉水的地方呢 它就会称为甜蜜之箱 通海 甜蜜之箱 对啊 但你知道在甜蜜之箱呢 除了有甜点这种甜味方式呢 还要一麦两种方式 而且最重要是呢 就像你说的 吃甜的东西的时候 大家一定会觉得发胖或者不健康 对吧 但是呢在甜蜜之箱呢 其实我们会不但能尝到三种甜味方式 而且这三种甜味方式还非常健康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敞开吃自己喜欢的甜味 又不会长肉肉又健康的方式啊 我觉得呢 我肯定可以敞开肚皮 去海吃一顿 好 走 走 好想吃啊 哎 准备要吃的呀 对 好想吃啊 你好 两万十 这是你们点的玫瑰豆芋同棉 哇 冰酱甜白酒 哦 您是老板吗 哎 对 我就是老板 哎 麻烦您坐一下 然后我们也是来当地就是来探训这个特有的甜美食 欢迎欢迎欢迎 但是呢如果有什么不同还可以跟您交友 对 就是这一碗看上去就是吃到嘴里有一股淡淡的酒味混着那个米的香味 但是我发现这个甜白酒真的很甜 你是加了什么糖在里头吗 甜白酒的话它里面不加糖的 不加糖 对 那这个甜度就是它本身就有的吗 对 甜白酒的话它是用大米使劲以后蒸 蒸熟以后放上一些那个甜酒去让它自然发酵 嗯 发酵完以后呢它就有这种自然的甜 我刚刚吃了一口下去 我感觉现在舌根上还是有那个甘甜的味道 对 而且甜度很浓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尝一下这个豆沫汤圆 很浓稠 而且这个颜色跟咱们平常吃的汤圆不太一样啊 怎么是这种有点酱黄色呢 这个汁呢是那个红糖熬制而成的 哦 这就是花瓣啊 这上面这个黑色的是玫瑰花的花瓣吗 对 这个玫瑰花的花瓣它怎么会有一股甜味啊 因为这个玫瑰花的花瓣呢它是也是放了那个红糖在里面 嗯 然后呢打碎以后让它自然发酵 它就可以把那个红糖的甜味吸收进去 所以它这个是自然的味道 自然的甜味 它有花的香味 然后还有糖的甜味在里面 嗯 那你看外面其实 汤圆外面就是裹的一层是豆沫嘛 哦 这个是豆沫 而且呢这个对女孩子肯定很好 对 红糖 补血 补血 然后呢它还可以暖胃 还可以暖胃那我要多一点 对 那老板你这边能有就是要我们体验一下吗 可以 我带你们进去参观一下 顺便你们自己动手体验一下 真的吗 太好了 谢谢老板 这边请 那么汤圆的面呢 我们就用那个糯米粉 擦上水以后 和好待用 你先拿一团面 拿起来以后 你可以用手轻轻地捏一下 让它紧实一些 然后的话再放到手心里面 慢慢地搓 麦汤圆 麦汤圆 好圆了 好圆 这个就做得挺好 然后我们做的时候 尽量把它做的大小一致 煮的时候就不会出现一些熟 一些身的情况 哇 其实揉汤圆是很有讲究的 真的像我说你要有手掌的强险 因为如果你觉得好像揉面团 使劲揉就碎了 这个要煮大概多长时间 一般的话四分钟左右 它浮起来以后它会膨胀 膨胀以后那就证明它熟了 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把它盛出来 已经熟了 我们就把它盛出了 下面我们就要给它吃饭上一件万一了 哇 这个就是那个豆沫是不是 对 这个是用那个黄豆炒熟以后 磨成的粉 这个汤圆我们要放到豆沫里面 让它去打滚 打滚 豆沫你还不能把它弄得太松 你要把它弄得紧实一点 我还特意去瓦了几勺 让它变得松软 你过一下 汤圆放进来以后 我们就要这样换动这个 装豆沫这个缸子 然后让汤圆裹上一层 整出来 这样它的这个豆沫就均匀了 对 就可以防止汤圆粘在一起 那这个就是 我们会提前熬好的那个 红糖的糖浆 好 更香 来 怎么样味道 那一丝都要 很甜 真的很甜 嗯 因为在我们当地呢 这个 以甜食为主 这样的小吃很多 对 我已经学会了这个甜品 那下面的甜品 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也蛮期待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过去了 好 谢谢老板 谢谢 吃在舌尖 甜在心尖 感受完小吃之甜的两人 又来到通海最大的糖厂 斯贝加 开始第二站甜品之甜的探索之旅 斯贝加糖厂是通海豆沫堂的八原地 这里的每个座堂人秉承着手工座堂的历史传统 成就了独特云南特色的风味甜点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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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到斯贝加 你好你好 你好 然后是这样的 我们来您这边呢 其实是想去体验一下 就是咱们这边独有的一些智糖的文化 好 那就太对了 我们不当有一个糖文化的这个博物馆 我们还有一个对不住文化云产的传承馆 可以DIY就自己去做 那太好了 那我们赶紧去体验一下吧 这个糖文化 好想去做糖 然后就是 走吧 那就对了 豆沫堂是通海历史悠久的传统小吃 以香 甜 酥 脆 入口无渣著称 选用优质黄豆作为主要原料 并将白糖 鱼糖等精工制成 层薄如纸 色白如乳 轻咬一口 甜而不腻 松酥 香脆 十分爽口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豆沫堂的一个传袭馆 你们要学会做的就是很基础的工作 最基础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豆沫是已经烤香了 然后这个墨是第一道 它这个石墨磨出来的话 它会特别的香 它没有那种清晰的味道 当然我们每一颗豆沫堂 都是人工这样一颗一颗磨出来的 如果你看这两位师傅 看着好像只是一个体力活是吧 其实也是需要一些技术的 是的 我想试试 当然你是 因为师傅 来 来 试一下 就是我推的时候 到后面的位置 很好 对吧 明白了 这是一个两个配合的 好 一个人是走到的 就无论做到一个 你还不错哦 好 你看一下 来 来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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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一到这就不行了 不行 一到这就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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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推 这边是 这边是 对 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来 刚才你看我们也试过一个人是不可以的对不对 对 然后刚才师傅也传说了 其实这个真的很需要两个人共同去配合 再来一次 我觉得这个 是不是 是否心心相细就看现在了 好 一变同空 一变同空 我们现在就等于是到了第二个过程了 就等于是筛这个豆沫 是吧 对 而且你尝到现在它这里的甜品是没有糖的 它是完全用的黄豆鸡粉去的那个甜度 对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真正健康 是是是是 这个豆啊 它是我们本地豆 它就是酸性的 它没有被盐剪过 所以它的豆就会特别 虽然个头小 但是它特别香 我们现在呢 就是这边 那边做完之后呢 就要再去吃 就要赶快 就要翻炒 嗯 它翻炒豆沫最怕的就是那个 怕糊掉 所以我们的动作要稍微的快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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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头发丝啊 它的作用就是一面加空气 一面就是把它拉白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就是要减糖 就糖里摸一下还有温度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 我们做的那个 它的傾斜度要在15度里面 它的产管只能在2毫米以内 特别是酥脆 而且是外脆内酥 这个是什么 不沾牙 对 不沾牙 那我们现在除了能体验到这个糖味道 我知道您这边还有很多其他食品 我们能不能一夜去剪一下 可以可以 那就可以吃更多好吃的了 是吗 好 好 好 嗯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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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先尝一尝 我觉得这个吃上去就会 第一口感是甜 然后第二口感 它也是那种很柔软的甜 就并不会特别的甜 实际上豆沫堂 真的是成了我们很小 儿时的一些记忆 代代相传 到我这一代 我觉得已经是一种情怀了 包括今天的所有的都是手工的 因为我一直认为 手工的它会是民族的 是云南的同海的 将来也会是中国的 我作为一位座堂人 我觉得我更重要的责任 就是要把这一份手艺传承下去 现在我们也体会到了 这种小吃之甜 不是说在这边 我们会有三种甜的方式去展现 那OK 我们第一种尝了甜面之甜 第二就是小吃之甜 对不对 然后第三种 第三种是什么 想知道是什么 想啊 一般这种时候 你就跟着我就行了 好 那我就跟着你 那好 感谢您的大问题 好吧 那我就先离开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艾斯哥哥 我们来这干嘛呀 这什么都没有啊 你不是要带我去找甜的东西吗 嗯 是啊 打酱油 我们今天去打酱油 打酱油是你最擅长的事情吗 不是 你在当时 你看我们看去美食的时候 你就一直负责去嘛 对不对 对 那你看其实我们到了通海呢 它是一个甜蜜匙匠 对不对 那在日常饮食中 其实甜味也是在他们 这个无孔不露的地方 你知道吗 所以呢就是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调料 那所以我今天带你呢 就是感受他们在日常饮食之中的甜味 但是酱油和甜能扯在一块 甜的酱油 没想到吧 甜的酱油 我呢也安排了一个人呢 带我们来体验一下通海 在日常的这种调味方面的甜味 打酱油吧 来喝酱油去 你好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通海酱油厂 古法熬制酱油的过程 这个就是酱油吗 这个呢是福糖 是我们生产酱油 不可少的一种颜料 哦 所以甜酱油里头 它是要有这个部分 主要颜料是那个红糖 哦 然后那个鱼糖 嗯 什么天胶剂都没有 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 所以这个是甜的吗 对对就是甜的 今天我带你们到我们厂里面呢 嗯 也做了体验 我把这两瓶酱油送给你们 这个酱油呢用来做那个凉拌菜 比较鲜 比较甜 也体验一下这种酱油 好 谢谢老师 不用谢 不用谢 那我又可以吃好吃的了 啊 肯定嘛 好 谢谢您带我们体验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带着熬制好的通海甜酱油 Denis又带着蓬蓬 赶往了通海蔬菜基地 在这里两人又将有什么甜蜜体验呢 依托着大片广阔的土地 和几路湖的优越灌溉 蔬菜产业成为通海的基柱产业之一 这里的蔬菜品种优良 天然无公害 已经形成了区域化种植 专业化生产 市场化运作 产业化经营 目前已经成为云南省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线 和西南地区蔬菜集散地 欢迎你们来到通海蔬菜基地这里参观 戴尼斯哥我有点不解啊 为什么我们要来到这儿呢 难道这个也和我们的甜蜜之相有关吗 我们现在在这里要找新的食材呢 在我最后要带你去的地方呢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 最重要一点就是通海蔬菜是非常出名的 嗯 想知道怎么出名吗 想啊 所以我说请了一位大哥过来 然后让他来给我们做一个讲解 通海我们这个西部萨达 军业肥丸 去一号 去一号 土肥窝是吧 难怪我踩在这个土地上都是特别的松软 这个虚每天都不一番 所以说在这个土地上 每个星期我们都不在那里跑那一层 保持这个土地上的续食已经差了 所以说这个收藏生活可以更好 感谢您跟我们的介绍 那我可不可以在你田里采摘一些 我们需要的一些食材的蔬菜呢 可以 可以 那我们就自己来采摘吧 好 成功 这个酒清澈 好漂亮啊 这个颜色 脆绿脆绿的 好香啊 这个味道 和咱们平常菜市上的不太一样 可能是因为刚拔下来非常新鲜的缘故吧 我觉得吃起来应该也会挺早饭的 这个能不能我们现在可以吃呢 可以啊 可以马上做一个美食啊 真的吗 对 那我们赶紧去吃吧 好香啊 新鲜的芹菜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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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到通海是来找寻当地的美食 我们了解到当地有一个美食叫做通海吹锅 是当地展现甜味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美食 所以我们特别想要您带我们去领略一下您所诠释的通海的吹锅 我知道你来过云南 带过好多大师 也学习过很多云南的菜色美食 我知道你对料理还是有很多的研究 我也期待有一天你能够来到我这里 但是我说这个程序还是有一定的要求 所以你看我们来到通海会找寻当地出名的蔬菜 以及甜酱油 这些我想的都是做这个吹锅的原料吧 你看在我们这么辛苦的去收集食材的份上 能不能教我们做吹锅呢 可以吗 我看你是沉浸满满的 其实呢我一想通过你传说这个吹锅 让更多的人能吃到我们通海的吹锅 所以呢我愿意塞里不腿 那我现在就带你去厨房做这个吹锅吧 好 好 走 你看这个吹锅看着就很温馨是不是 对 那咱们先赶紧尝一下 这个汁真的很浓郁啊 我感觉 对 这个是盐汁盐化的 帮帮我建议你哦 先吃时候呢你可以把它剥开 先吃底下 就是蔬菜入味 底下还有那么多啊 因为大厨也说过 其实它每一个食材放的位置是有讲究的 对 你看就比较入味的会在更底下 好香啊闻着这个菜 直接这样吃就行了是吧 对 直接吃就可以了 还有一盐 盐汁是送了甜酒米 这个吗 对 加一点辣椒面 也就是说其实就是在酱油 然后里头就是放辣椒面就可以了是吧 我觉得有一点点带着甜味 但我不知道是菜的味道 还是这个汤本身的味道 其实肯定是菜的 你尝一下 味道如何 可能是烫 但是慢慢的品尝到这个味道之后 就会感觉到有这个甜 那个味道在里头 慢慢不逐步的在滋溶 锅一锅滋溶的味道 这个蔬菜就是我们当地通海的蔬菜 你看我们煮这个锅都是 从底一层一层到毛的上来 都是翻层的 就相当于蒸熟 蒸熟呢 其实它就是说它下面那个甜度啊 糖的味道 其实就会把肉很好的就是做一个缓和 因为肉其实怎么样还是会咸 尤其比如说火腿会咸 但它就用一些甜度啊 会把它就进行了中和 而且再加上这个汤的味道 我觉得已经融为一体了 它们的之间的甜度 这么多是甜蜜之香 我看你两个都成了美食家了 那你今天其实也尝过了 小吃之甜 小食之甜 以及呢就是我们说一层美食之甜 你有什么感觉啊 其实我觉得吧像平常我们吃到甜食啊都会担心会发胖会变丑 但是今天通过通海之旅这一趟甜蜜而美妙的过程 我觉得我再也不用担心吃甜食会发胖了 至少在通海的地方是这样的 回到平安厨房的时候 我其实已经想到一个 可以比较好的去展现 就是代表通海的这样一个美食 结合通海的人文 结合通海的食材 然后把它更多的能够让传播让大人知道 那最后呢 其实我说了也非常感谢老师 我们俩是不是应该敬老师一下 感谢老师的招待对不对 谢谢老师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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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海真是名副其实的甜蜜之乡 如何既能享受甜蜜又能够不吃健康呢 奥秘就在于从食材之中摄取甜分 那今天这道四处美食雪花吹锅 就是甜蜜与健康的完美融合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想冬季外面飘着雪花 一家人聚在暖暖的吹锅前 享受着食材给我们的甜蜜 心里是暖暖的 心仅只愉悦的 这就是四处美食的魅力 上菜 我是义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蔡世宏 义西农业精品储存 一满全国 精准蔬菜四季土口 高原花卉演消全球 我代表 预息236万各族人民 等着你的到来 爱家乡 我代言 如果您对本节目中的豆沫糖 通海酱油 通海蔬菜等高原特色农产品感兴趣 请关注新农生商城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进入新农生商城主界面 点击下方新商城 购买您喜欢的高原特色农产品 感谢栏目深度合作伙伴冷酸